大家好 又是我們一起看利美記的時候 今次我們焦點的那部分 就叫做 Achari Mode 即是死後編 由第16章一直到第18章 這三張書就不要小看它 是非常厲害的 張張都很難解的 希望今次用最短時間用最清楚的方法 跟大家解清楚 到底這三張書講些什麼 先看看這三張書在整本你未記的位置 以往大家看過這個 大綱表 在蘭達亞比戶死的事情之後 講了很多東西 直到今次第16章 再提到這些事情都是蘭達亞比戶死後 耶和吩咐摩西 所以今次我們看這一部分 繼續是跟蘭達亞比戶死的事情有關 所以這件事的確是很嚴重的事情 你也可以想像 在就職禮 跟著 開始正式成為大祭司 祭司去工作的時候 有兩個祭司在死在搖滑面前 在眾目攜攜下 所以這件事一定影響很大 所以牽連大波 之後 還有這麼多事情 要去解釋 那件事到底是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我們會 會cover的這三章 第一 第16章 是說屬罪日 Yom Kippur 然後就有說吃肉的規條 然後就說 性的規條 那就是很難搞 說得很仔細 那為什麼需要說得那麼仔細呢 這些東西 所以剛剛在正中間 另外肉的條例 第17章 第18章 就是性的規條 然後 還有三個部分 關於輪舍的規條 有時候有些年份 會把它拆開 兩部分 有些時候 會合在一個portion 看 這次我們就拆開它 即是說 納達亞比庫死後的牽連大波 一直可以去到23章 因為23章 好像一個總結 將所有的節旗 集在一張書 所以那裡 我們就肯定 將那個故事的脈絡 切斷了 即是說 納達亞比庫死後 所說的 可以一直去到第22章 尾 即是我們下次 看這段的時候 都可以 記住這件事 好了 那學者們怎麼說呢 這張書 就說到 譬如在右手邊這一本 JPS的解經書 他就說 這個兩頭公山羊 Yom Kippur 有兩隻公山羊 一隻就會 簽購 然後一隻 獻比耶和 一隻 推去 阿薩赫勒 大家都記得 這個 如果不記得的話 鼓勵大家 就這三張書 你一口氣看完它 先看一看 不要只是 在那些位置 明不明 你怎麼都要讀它 你知道裡面 說什麼 明不明一件事 你要知道 遺和華 神 是藉著摩西 吩咐什麼 你知道了這些 然後我們才去看看 怎樣去明白 這幾章 所以 鼓勵大家 如果你不熟的話 你就先讀這幾章 這裡就說到 他說 第一 這個儀式 藉著 藉著滋生的血 得結症 以及 罪被帶離開 得結症 有一隻 推去 阿薩赫勒 就是 一個很遠的地方 他們回不了頭 這件事 被編織了進去 一個更加 大而複雜的儀式 當中 就是說 前面 會為阿倫贖罪 然後 有一大堆的 憲制 中間有兩個公散洋人 後面再有其他憲制 從古代到現在 一個非常複雜的 其中一個最複雜的禮儀 非常厲害 然後 左邊這一本的解經書 是信主的猶太人 他們寫 以前也有介紹過 死後篇在托拉中 是一個關鍵的部分 很難明白 但是很關鍵的 關鍵在哪呢 主要的部分是第16章 還是第17章 討論贖罪日 和血在贖罪過程中的重要性 所以第17章 是說到 吃肉的時候 就不可以吃那些血 就當泥土 倒了下去 用泥土蓋住 所以 這部分既是重要 但是同時又非常難明白 接著 又回到旁邊的 藍色那本 JPS 他就說到 在第16章 講到猶太會堂的 贖罪日 就宣讀 這張書的16章 所以 每逢 每逢 Yom Kippur 贖罪日 他們就會中讀一字 即是會 繼續 記住 拿達亞比戶 當年死的 這件事 這張書在猶太傳統 是廣為人知 就替罪山羊 即是趕去阿薩赫勒 的儀式在宗教研究界中引起廣泛的關注 很特別的一件事 又在第16章書裡面 就講到對子民 上主對子民的愛 另外 上帝 臨在於他們中間 即是 上帝願意將他自己 擺在這班子民當中 但是有條件 條件就是 以色列人的聖所保持在結淨的狀態 只有在聖所結淨完成之後 贖罪過程結束 子民才得到上帝的寬恕 這個就跟我們 一直在基督教裡面聽到的東西 就有衝突了 這些是最好的 就不要只是 寧願聽那些 和大家同聲音 聽不同的聲音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聖所的結淨與不結淨 這麼重要 決定 上主會不會臨在 然後 整個儀式要結束完 子民才得寬恕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這麼重要 這些就是我們會問的問題 先看第16章 第16章 我們會分為 可以分到四部份 這個也鼓勵大家 你去讀的時候 除了自己 去嘗試明白說什麼之後 你都要留意到 每段 是變了 現在 作者說這些 然後他轉了主題 例如黃色部分 頭的三節 就是 免得 阿倫進勝所的時候死亡 是不是 下面全部有關 你萬一下面的 做不齊 你進去 那怎麼辦 又是會死的 就是說 你搞這麼大堆 做這麼多東西 是為了什麼 免得 從韜覆轍 好像之前 搭亞比戶 死在我面前 現在 產生了那麼多 加進去的禮儀 然後為了什麼 就是 免得 阿倫會死亡 然後4到10 綠色的部分 大祭司 阿倫可以進入 的時候 可以進入時 需要做的事情 又是要 一大堆的儀式 去跟著 然後 為大祭司 阿倫 獻的 贖罪制 那就是 粉紅色的部分 也不少 然後紫色部分 是為子民 獻的贖罪制 免得 阿倫死亡 免得祭司會死亡 免得 子民會有 任何問題 為了什麼 為了 要經歷到 耶和華的 臨在 這個已經告訴你 一件事 就是你立刻 腦袋會彈出 天平 值不值 搞這麼多事情 為了經歷而言 臨在 是不是這麼值 如果你這樣看 就是說 你反映了你的心 有多看重 看重耶和華 你的心 是在說出來 被人聽到 你心裡在想什麼 就是 你看自己 看得多重要 是不是 所以 這一張 其實是一個 試金石 馬上試得到 你對耶和華是怎麼看的 你對自己 又怎麼看的 如果你看 你的造物主為自保的 舉到很高的 然後你看自己 如微塵一樣的 擺到很低的 這一段 你完全沒有問題 感謝主 至少他 開恩 有條這樣的路 我可以 不需要經歷死亡 都能夠親近到我的神 或者你再謙卑一點 就算我 親近我的神會死的話 我也願意的 的確是有 我們的機構 現在在譯了一本書 就是讓大家 開眼界 在猶太教裡面 在他們 歷世歷代的教代裡面 是這樣教猶太人 寧願死 都要親近上帝 這是讓基督徒 大開眼界 所以 這張書本身 是一個 是金石 你自己留意 你自己內心 怎麼想 好了 這張書產生無盡的問題 例如 兩隻山羊同事選拔 有什麼意義呢 是這樣選這兩隻 為什麼要去抽籤 決定一隻 兩隻山羊的命運呢 為什麼在禮儀 要加這個機會的元素呢 可能我們永遠都找不到一個 正確答案 因為 尖溝可以是代表神的旨意 也可以代表 上帝不是很緊張 總之 隨便一隻 阿倫代表 子民對 替罪山羊儀式中的 懺悔有什麼 容易呢 即是用這一隻 來 把罪帶走 然後他帶子民去懺悔 一個集體的懺悔 有什麼意義呢 是不是個個都真正明白 他要求寬恕的是什麼罪呢 他犯了什麼罪 以至到 他要悔改呢 在托拉裏面 一次又一次說到 犯罪的人 是有個人的責任的 你要為這件事負責 就算上主都說 譬如 在 誰得罪我 誰會死亡 跟摩西說的時候 也有說過 但是為什麼這裏 會這麼強調 集體性的 悔改 然後 帶走罪的 把罪帶走呢 一隻 怎麼能夠背負子民的罪惡呢 這個儀式似乎 與猶太人信仰 許多基本的原則 都是有矛盾的 怎麼解釋呢 我們以往 在不同的年份 我們會看過這個 Portion 都可能試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跟大家去看 因為可以用很多角度 最簡單的就是 哭哭是一個律例 就是那些 表面上你沒有辦法明白的 但是你按著這樣行 上主就會 按著他應許 他就會做 不是用理性來分析 有這樣的可能 一出這個的話 裡面有很多細節 不用問的 對嗎 不需要解釋 總之你照樣這樣做 上主他的應許 就會臨到 可以用哲學角度 就是這樣的儀式 指紋去觀看 參與的時候 會產生在他們的心裏 產生了什麼果效呢 可能他很可憐 那隻山羊 是無辜的 竟然要背負我們的罪業 被拉出去 就要死了 以後回不了 可能他會因此 要很小心自己的生命 不會犯罪得罪神 這個有這樣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入手 另一個就是 偶像崇拜的角度 這個公山羊 在這一段裡面也有說過 賀華神 禁止他們去拜偶像 有說到這個公山羊 代表著魔鬼 所以也有這樣的意味 或者是一個比喻 這個比喻 因為兩隻 可能是一個 一個是說瓦克 一個是說以蘇 一個是要離開 一個是成為一個祭物 有這樣的可能 也有可能 是說人生有兩條路 你一是 就是 被獻上 作為祭物 在壇上 以死 獻上 又是 被放逐 去到很遠的地方 結果如何呢 以色列民 在歷史裡面經歷 被放逐 亦都經過 他們會以死 作為祭物 亦都會試過 聽從上帝的吩咐 不跟從自己的邪情私慾 亦都會試過 所以亦都可以代表 兩種的生活方式 所以 今次 我們就不去重複 這些不同的角度 我們試下 用 一個 再新一點的方法 去明白 到底這三張書 想說什麼 我們要 留意的 我會拿一本筆記簿出來 和大家一起 一邊看這幾張書 三張書 我們所有的重點 全部 列出來 然後我們看著重點 去作一個結論 第十六章第一節 阿倫的兩個兒子 近到耶和華面前 死了 死了之後 耶和華曉語摩西說 這個死了之後 就是 這段的名字 所以叫做 死後篇 所以 以下說的話 是跟 那達馬比戶兩個兒子 是有關的 所以 接著就說 免得死亡 免得阿倫死亡 然後 這個是一個節旗 這個節旗 成為永遠的定例 即是說所有子民都要用這一天 去謙卑自己 虎 虎 虎深 黑虎 虎深 其實那個節旗是謙卑自己的 就會讀那張書 就會記住 曾幾何時 那個會幕剛剛起好 祭司剛剛開始出來侍奉 第一次憲制的時候 就死兩個的祭司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每年都要記住這件事 所以我們有這兩點 產生了 就是 這些指令 仍然是 跟阿倫兩個兒子的死有關 這個定例是一個節旗 是為了紀念什麼 那就是 跟兩個兒子的死有關 稍後我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記住這件事 好了 我就放在我們的筆記簿上 不好意思 我喜歡一些古舊的東西 所以筆記簿都用一些很殘舊的筆記簿 拿達亞比戶做錯了什麼呢 不是已經問過千百趟的 是不是 再要再問這個問題 我們要留意到 拿達亞比戶的死 一定不可以從第十章開始看 一定要是第九章 你會看到那個分別 阿倫向百姓舉手 為他們祝福 他獻了贖罪 繁祭平安祭就下來了 摩西阿倫進入會幕 又出來為百姓祝福 耶和華的榮光就向眾民顯然 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 在壇上燒盡繁祭和之遊 眾民一見 就刀歡呼 苦伏在地 你可以想像當時的警方 那個會幕正式投入 可以使用耶和華藉著這個會幕 住在子民當中 用一個可以眼望到 被聞到 有可能會感受到熱力 耳朵又會聽到 是這樣的方式 來臨載到子民當中 當然非常非常快樂 現在就是完全沒有任何難阻底下 我們有這個自由 成為耶和華的子民 沒有東西可以阻擋我們 可以說起落去到巔峰 所以我紅色的戰爭 就是maximum joy 起落去到巔峰 但是不要忘記章節 這些是後期才加進去的東西 即是說這個故事 在maximum joy 突然之間 阿倫的兒子拿搭阿比喀 國拿自己的香爐獻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華面前獻上繁火 是耶和華沒有吩咐他們的 我不需要讀下面 大家記得這個故事是怎樣發展 由一個maximum joy 極度的喜樂 一變變成極大的痛苦 即是突然之間兩個祭司這樣死 我們還在問這個問題 到底錯了在哪裡 耶和華用這麼重的手來懲罰 這次的三張書 既然是他們死後所說的 一定是跟他們死的原因有關 那麼我們就用一個 另外一個方法來嘗試去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 在我們本筆記簿上 拿搭阿比喀做錯了什麼 即是說待會我們去到最後 應當就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好了 屬罪日是一個節旗 節旗不是全部都是要來 慶祝 開心 歡樂 這個被譽為 是猶太教裡面最神聖的 最Holy的節旗 是要來撫黑己心的 是一個要痛苦的日子 除了他們日後 猶太人聖殿避毀之後 即到現代他們就會有 Tesha Ba'ath 就是聖殿避毀日 那天也是很痛苦的日子 但這個屬罪日也是一個痛苦的日子 所以不斷地重複 在我們這一章第十六章31節講到 這日你們要守為聖安息日 要黑虎己心 黑虎己心就是去包丹 苦福 然後就是你 裡面願意謙卑自己下來 你是會denine yourself 你是寫己 然後我們去到二十三章 剛才說到列了所有的節旗出來的時候 在這一段短短幾節裡面 是不斷重複 並要黑虎己心第27節 第29節 凡不黑虎己心的 從文中被剪除 然後32節再重複一次 並要黑虎己心 為什麼這麼強調 在這個節旗裡面 要黑虎己心呢 黑虎己心就是說 自己要謙卑自己下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所以我們也要記住了 屬罪日是一個要黑虎己心 就是謙卑自己的節旗 那麼 那個重要性在哪裡呢 我們先記住在我們的 筆記簿上 這個也鼓勵大家 是這麼做的 有時候未必一定 你這樣看 就能夠明白到 掌握到 講故事的人 最終極的作者 就是我們的上帝 未必掌握到 他想說什麼 但是每一個細節 你把那些重點拉出來的時候 你看到整個大一點的圖畫 原來講的這些東西 難怪他會講這一點 難怪他會講那一點 所以就會連繫起來 17章 我們跳下去了 6章 用一個妖嵌方式 先明白了 17章 這個就厲害了 頭的四節就引來極大的討論 看看說什麼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曉譽阿倫和他兒子 並以色列眾人說 耶和華所吩咐的 乃是這樣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 或是面 養高 或是山羊 不拘宰於 內 營外 即是在哪裡宰都好 若未曾牽到會幕門口 耶和華的障礙前獻給 耶和華為公物 流血的罪必歸到那人身上 那流了血 要從民中剪除 極大的討論 原來是沒有一樣東西 你是可以就這樣 作為食物 全部都是祭物 總之是動物 就是祭物 祭物就要按憲什麼祭 有哪部分是歸憲祭者 你才可以吃那些 那你說不是 這個生命記不是這樣說的 第12章15節生命記 然而 在你各成女都可以 照耶和華 你神所賜你的福分 隨心所欲 宰生 吃肉 無論結淨人 不結淨人 都可以吃 就如吃 羚羊與鹿 一樣 這個是在洪水退後 耶和華 開多一條 食物線 就是可以吃肉 指示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在水上 一樣 就因為這兩段 你就會看到 歷世歷代很多的拉比 現代的解經家 都會不斷地討論 到底這兩段 是不是在說的 相反 是不是大家 可以協調得到 有些堅持 上十七章 就說 不容許 有 滯生以外的動物 即是專載來為自己吃肉 是不可以的 另外一邊 指著生命記 就說不是 這裡可以的 再加上 在洪水退後的時候 耶和華神 是開了這條食物線 沒有說一定是在 憲制的時候 其實 我就 花了很長的時間 去看他們的討論 其實 最後發言 不需要 因為你看多兩節 答案就出了 這裏是17章 你看到第七節 已經解了 第五六七 這事為使 留意 以上所說 為何要有這樣的條例 這事為使 以色列人 把他們在田野裡所獻的祭 帶到惠幕門口 耶和華面前 交給祭司 獻與耶和華為平安祭 他們會在外面獻祭 祭司要把血灑在惠幕門口 耶和華的壇上 把枝由焚燒獻給 和華為興鄉的祭 他們不可再憲制 給他們行邪任所 除從的魔鬼 原民作公山羊 這裏要作他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這裏不是在一般的情況下 是因為當時他們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 現在有這樣的方案 總之 你在外面沒有人知道的情況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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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上 被耶和華為祭 你就犯了一流血 人之罪 不可以 暗瓦底 被宰了動物 你說吃 但原來獻給魔鬼 鬼魔的 所以 盜絕了這件事 所以 記住了 讀了四節 就討論到這樣 但原來後面 就是 為免他們 變成在外面 自己私下 去拜那些鬼魔 第17章 我們現在明白了 頭的 頭的九節 就是 不能向魔鬼憲制 即是說 不能拜偶像 到第10到第14節 這裏就很清楚 即是說 血是不可以吃的 不過呢 如果說那些食物不可以吃 你有沒有試過 有試過 在伊田園也有 原宗所有樹上 果子可以隨意吃 唯獨 分辨善惡樹的果子 包括吃 吃的時候 哪日子就會死 然後在那達亞比會死後 有飲食的條例 有很多 列了出來的動物 不可以吃 即是說 沒有讓到那些動物 在以色列民的餐單上 在這裏 即是你吃肉的時候 不可以吃血 血要怎麼處理呢 就會倒在地上 從土去淹 就可以了 但是 解釋得很清楚 看看第11節 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這血刺給你們 可以在壇上 為你們的生命贖罪 因血裡有生命 所以能贖罪 需不需要解釋得這麼詳細呢 耶和華在控制兩件事 因為生命在血裏 即是說 你厲害了 你都做不到生命出來 是不是 但是耶和華所做的生命 所以當你吃肉的時候 有一件事耶和華說了 你要記住 不可以吃 血 因為生命在血裏 你沒有這個能力 去刺生命的 是耶和華所控制的 然後耶和華拿了那些血 帶著生命的血 拿來作在壇上 為你的生命贖罪 這是由耶和華所定的 證明耶和華 掌管這一切 你是在下 你要聽從 從14節再重複一詞 輪到一切活物的生命 就在血中 所以我對以色列人說 無論什麼活物的血 你們都不可吃 因為一切活物的血 就是太力生命 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 很簡單 就是說 叫以色列人 你不可以classify 不可以將血歸類為食物 他是要來贖罪的 他是要來盛載生命 要來贖罪的 這些東西全部屬於耶和華 生命屬於耶和華 所以這些血屬於耶和華 所以這些血 不屬於你的 耶和華賜給你 是拿來在壇上 為你 來贖罪的 這個就很清楚了 所以 第17章就是這樣 去到最後的15、16節 就是說 那些動物如果是自然死 或者是被其他野獸 猛獸去撕裂了它 然後你吃了之後 你會變成不潔 就會有其他的 procedure 你要得到潔症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看 多加這兩個重點 第5點 就是與不可拜偶像的有關 即是拿搭亞比戶的死 和不可拜偶像有關 怎樣拉上關係呢 待會我們會看 第6點 第6點 就是生命是上帝所賜的 好了 很快我們繼續下去 去到第18章 那就一到九節 這裡就 開頭OK 很清晰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曉遇以色人說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你們從前 住的埃及地 那裡人的行為 你們不可效法 我要領你們 盜的迦南地 那裡人的行為 也不可效法 也不可照他們的 惡俗行 你們要遵我的典章 守我的律 來按此而行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接著就列什麼出來呢 這裡就很簡單 以前在埃及地 不可以學他們 將來入到加南地 也不可以學他們 你怎樣生活 是按住耶和華 吩咐而生活 這個很清晰 接著列出來 就是 你們都不可露骨肉之親的下體 親近他們 我是耶和華 看過很多的戒經書 猶太人寫的 基督徒寫的 基督徒學者寫的 全部都一字認為 露什麼 誰誰的下體 意思就是 跟那個人 發生性的關係 即是性交 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 羞辱了你父親 他是你的母親 不可露他的下體 要不要再解釋 就這樣一個 不可以就行了 為什麼還要解釋 他是你的母親 不可露你繼母的下體 這本是你父親的下體 為什麼要畫出牆 他說你的姊妹 不拘是義母同父的 或是義父同母的 無論是生在家 生在外的 都不可露他的下體 一直連續列出很多不同的問題 又如何露你繼母的下體 等等 不可露你孤母的下體 他是你父親骨肉之親 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需要列得這麼仔細 為什麼不一句說完 這些亂倫的關係 是不可接受的 或者說得清晰一點 類似這樣的關係 不可以 但是不只說 這個不准 還要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不准 因為他是你的 白叔 他是你的 白叔母 為什麼還要這樣畫出牆 加上理由 是非常難以想像的 繼續下去 就繼續有這些 同樣格式的描述 就可以 再跳下去 去到22、23節 不可與男人苟合 仗與女人一樣 這本事可憎惡的 這個講得很清楚 尚主憎惡是什麼 不可與壽淫合 沾污自己 女人也不可暫在壽前 與他淫合 這本事易勝的 這個不是 本來的設計不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要列出這些 我們也可以問 為什麼這個時候 要講這個話題 根拿達亞比戶的死 有什麼關係 要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為什麼要講得那麼仔細 要給予一個理由 我們可以 跨了那麼多次聖經 看到他們描述了那麼多這些關係 再加上其他的描述 我們可以作過什麼結論 有些人就會說 這些為什麼列得那麼仔細 因為埃及民會這樣做 因為加拿民會這樣做 我明白 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用列出來都可以 總之 埃及民這樣做 你不可以跟他們 不是說了 加拿民這樣做 你不可以跟他們 那就可以了 但是為什麼要 逐樣列出來 還要給理由呢 是不是 綜合我們可以作過什麼結論 這個人 只有當關係是恰當的時候 才會有真正的快樂 為什麼一個人會被試探去露某個人的下體 因為他以為他這樣做會得到快樂 但是這個為什麼要解釋給你聽 因為 這個人和你的關係 你做這件事 是不可以的 不容許的 那個關係不恰當 所以 只有夫妻 才可以在恰當的 關係 所以這裏列了所有在夫妻以外的 這些關係 全部都不恰當 所以 當關係恰當的時候 才會有真正的快樂 所以我們就這樣 反而我們以為 第十八章列一些 好像 跟 上文下你完全沒有關係 只是一些 的教導 講到關於性的問題 但原來 是一條鑰匙去解開 到底這三張書是說什麼 現在我們寫了 只有恰當的關係 只有關係恰當的時候 才會有真正的快樂 我們跳下去 看拿搭亞比戶這件事 為什麼會由最喜樂的一刻 變成最痛苦的一刻 會不會在關係上 變成不恰當 什麼為之關係恰當 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就算大祭司也好 祭司也好 子民也好 他們都是人 只有耶和華一位 是神 這就是個關係 納約就是把這個關係鎖定在這裏 永遠耶和華都是神 永遠子民都是子民 他們都是人那邊 但是當這個關係變成不恰當 人開始抬高自己變成神 怎麼做才會這樣 不再跟耶和華所說 所吩咐而行 包括獻祭給耶和華都可以自把自為自己來 這個變成一個不恰當的關係 你以為 有做多好過做少 大家既然那麼開心 獻多一些好過獻少 他想著會 增加他們的喜樂 誰知道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 是耶和華所沒有吩咐的 耶和華所不認識的 這樣做就立即 把關係變成一個不恰當的關係 那兩個拿達阿比胡 自我提升高於上帝 上帝都沒有這麼說 他們更加高於上帝 在這樣的情況下 沒有真的喜樂 這個就是個關鍵 現在我們可以 憑這個解釋剛才的問題 只有耶和華是神 大祭師、祭師、子民都是人 會不會這個 就是我們作為神的子民 一個最難學的功課呢 你想一下 在伊甸園發生什麼事 當時的女人 她看那棵 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好作食物 善惡知識樹的果子好作食物 月人眼目能 斯人得智慧 愚神 她想自我 不甘於在人的位份 不甘於耶和華永遠在上 她想自我提升 所以為什麼 主耶穌會叫我們謙卑自己 為什麼叫我們天天捨己 為什麼我們要放下我們的自己呢 因為我們的自我呢 在阿倫的口裡 跟 摩西 他哥哥摩西 解釋的時候 金牟毒事件 你知道的 那些百姓是傾向邪惡的嘛 內心傾向邪惡 為什麼會傾向邪惡呢 就是因為 因為人是會有個傾向的 將自己不斷地抬高的 越高越好 高到我控制了所有東西 耶和華變成了 服侍我的 耶和華是我的 現在流行的 屋扒耶穌 你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變成神是你的 仆人一樣 這個會不會就是 這三張書的主題 看看我們能不能把所有的重點 這些指令 是與阿倫兩個兒子的死有關的 剛才我們看了 很明顯有關 這個 定例是一個節期 是為了紀念什麼 每年一次紀念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你要 攻克己心 你要謙卑自己 你一年的時間 可能你的成就多了 可能你做到的東西多了 可能你自己的自我價值提升了 可能你的財富也會增加了 你自動會飄飄然 自己不斷地抬高自己 每年一次 節期 攻克己心 願意謙卑自己下來 紀念 當年發生過的這件事 就是有阿倫那兩個兒子 抬高自己 以為可以在憲制上自把自為 結果死在耶和華面前 所以節期非常重要 答阿彼虎做錯了什麼 現在我們可以加多 先前那些都是對的 加多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他們 潛越了他們的關係上的遺憤 他們不是在祭司的層面 他們不單止是大祭司 甚至是潛越了上帝的遺憤 所以即時死在耶和華面前 屬罪日是一個黑虎忌心 謙卑自己的節期 現在我們明白是什麼 與不可拜偶像有關 為什麼拜偶像是怎樣的 拜偶像那些偶像不靈 你就換個個了 偶像要來做什麼 就服侍你 所以你永遠在偶像之上 因為是由你去設計那些偶像出來 所以永遠都不可以 從上帝的角度 拿搭亞比喀當時 他做的事 就好像當耶和華是偶像一樣 我給你你就收了 是不是 這樣的情況 有什麼可能 耶和華不會立即擊殺他們 祭祀這樣的情況 所以記住 我們永遠都不可以 代上帝 我們的耶和華神 我們的主耶穌 好像偶像一樣 我們是謙卑的 我們是服侍我們的神 我們不是去 我們會求 在我們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求 我們去遵行主的使命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不足 我們會去求 我們會得罪我們的上帝 我們會求神 寬恕 但永遠不可以 將自己提升到一個地步 我們 控制一切 神是服侍我 這個很自然 你越信主義 得久的話 有些很錯的教導去教導你 有些很壞的教會 去教你這些錯的事的時候 慢慢地你不自覺地 耶穌是你的仆人 你都不自覺的 永遠要記住 拿搭亞比喀 死在耶和華面前 是什麼意思 所以生命是上帝所持的 這個很明顯 這個就是值得我們謙卑的原因 是不是 我們做不到我們自己的生命出來 是耶和華所憲 所以他永遠都是我們的神 我們永遠都是在下 他永遠都是在上 不單止這樣 在他的憐憫底下 他還賜血給我們 血系性罪生命 讓我們在壇上可以用血 去為我們的罪 得到 結症 得到赦免 去屬我們的罪 這個是 何等大的恩典 我們這樣的情況 都還夠膽 去提升自己 去驕傲自己出來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 關鍵就是 只有恰當的關係 關係在恰當的時候 才有真正的喜樂 回想一下 我們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真正的喜樂是什麼 真正的喜樂不是我們得到權 得到勢 得到很多東西 得到這些 真正的喜樂是我們知道我們只不過是人 上帝永遠在我們之上 祂是我們的做物主 我們永遠在祂面前 只有一件事 我們就是謙卑我們自己 這樣的話 你就會 找到真正在主裡面的喜樂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這個Portion 希望 深深印在我們裡面 一個 表面很複雜的一段 但希望裡面的功課 是清晰 簡單 和每一天 都可以應用在我們的內心裡面 願祝福每一位